塑料工艺品硅胶模具的制作流程 以刷模为例 准备好所需工具 将模种进行打磨处理 制定分模线 使产品容易脱模 模线定位在模种的最高点 且要从不明显的接合部位走 把模种固定在木板上 再垂直固定在另一块木板上 然后堆油泥 油泥硬度不能太大 堆的时候要贴近模种 不能有缝隙 堆好后用手沾水 把油泥碾平浮滑 将四周多余的油泥切掉 都可以上磨了 没有太多木板上瓶了 就像水泥码 油泥切掉 小水泥码上瓶子 加上瓶子 都可以上瓶子 下瓶子 加上瓶子 堆好油泥后还要均匀的打上卡榫 卡榫泥膜总一公分左右 这样便于合模使模具不错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模总表面清洗干净 然后均匀的涂上脱模剂 根据产品的结构 复杂程度 大小来选择硅胶的类型 模总结构较简单 这里可用红叶的HY628硅胶 把硅胶与固化剂按2%到5%的比例混合 搅拌均匀后倒在模总上 然后抽真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抽真空要抽到-0.1兆派 这样可防止做出来的模具有气泡 否则生产的产品表面会有颗粒 影响产品的质量 如果没有抽真空机 可减少固化剂的添加比例 以延长其固化时间释放出多余的气泡 抽完真空后 把硅胶均匀涂刷在模总上 第一层硅胶的厚度小于1毫米 以能薄薄盖住模总和油泥为准 在第一层硅胶固化后 刷上第二层硅胶 第二层硅胶的固化剂比例要比第一层的高 硅胶固化的时间约要5-8分钟 刷完第二层或第三层硅胶 刷完第二层或第三层硅胶 待硅胶不再流动时 在硅胶上面粘贴一层纱布 以增强硅胶的强度抗撕裂度 固化后再均匀刷上一层硅胶 在硅胶里面粘贴一层硅胶 做树脂外磨 首先在硅胶膜上刷上一层树脂 接着铺上一层玻璃纤维网 再刷上一层树脂 是某种的大小 添加3-5层的玻璃纤维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树脂外磨 在树脂外磨固化后 把油泥清理干净 并用剪刀修剪硅胶模具的边缘 在硅胶表面涂上凡是泥 使硅胶不会粘连 然后重复以上的步骤 制作另一半的硅胶模具 在整个模具固化后 把硅胶模具树脂外磨修理平整 124小时后硅胶模具可投入生产使用 模具要保存在通风、阴凉、干燥的地方